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落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们学了一套技术 就是PRP连接数据库 对不对 连接的是MySQL数据库 对吧 咱们使用的方式是什么 使用的方式 是不是PRP给我们提供的 连接MySQL的函数扩展呢 一套函数库 咱们借助一些函数就能让PRP操作MySQL数据库 对吧 那如果我用PRP连接Oracle数据库 连接SircleServer数据库 怎么办呢 如果按照前面咱们说的那种方法 学习MySQL还是函数 那MySQL也是连接MySQL啊 对 我们想连接什么数据库就学哪套扩展 对不对 对 比如说 现在我们打开手势 看一下 打开手势比较慢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函数参考 里边有没有数据库的扩展 对吧 有这么多数据扩展 对不对 与具体数据库系统相关的扩展 什么叫具体数据库呢 比如说 现在有这么多扩展函数 你现在想连接什么数据库就采用哪种函数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现在连接MySQL使用的是不是这套函数顾 对吧 我连接微软的SircleServer 我是不是使用这套还是货 对吧 现在能说了 假如说 我们现在以后连接数据库不定了 我是不是得学多种数据库连接方法了 先不用 现在最常用的 比如说80%用的都是MySQL 对不对 你就学会连接MySQL的就行 他说 学习其他的 只要你干嘛 仿照连接MySQL的函数都使用 都非常相似 对吧 所以难点不在于多学会一个快展步 那怎么难点再买呢 比如说 我给你画一个草图 看一下 现在假如说这是我们的PRP程序 我们的PRP 对吧 现在有多种数据库 比如说 我们画一下 数据库一般都是一个圆筒 我画几个东西 我画几个东西 对不对 这块 比如说 ibm db2的数据库 这块是微软的 比如说微软的sircle server mssircle 微软sircle server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数据库 对不对 对 我叫其他的sircle 其他的数据库 是不是这么多种 现在问题是 我PRP想操作这些数据库 得利用PRP里边安装的扩展 对不对 比如说 连接mysircle有两套扩展 都拿两套的 一个是mysircle 一个是mysirclei 一个是mysirclei 扩展 这扩展是一条函数 还有一个是mysirclei 看到了吗 mysirclei是对mysircle的一个改进 效率和功能都比mysircle那要高 对不对 咱前面也说过 为什么咱课程不学mysirclei 直接学mysirclei 效率低 因为这个是老版本 只允许用mysircle 对不对 mysirclei是PP5版本以后出来的 对 mysirclei出来不久 pdo就出来了 它会比mysirclei更好 所以咱们直接学最好的 所以这就跨上去 但是老的系统还一直用什么 mysirclei扩展对不对 可以mysirclei 连接oracle 有oracle的扩展 比如说连接oracle 我们这块有个叫做 oci oracle的扩展接口 然后连接db2有db2的扩展 嗯 这些都画出来 连接其他数据库有其他数据库 会来 对 我们这话 db2 比如说db2 扩展 微软serve server 它使用的扩展是ms sircle 对不对 其他的 我这有叫做othr 然后我们现在图是这样的 prp想连接mysircle 得prp安装这套扩展函数 然后去连接数据库 或者是prp使用mysirclei 对吧 连接mysirclei数据库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mysircle是最常用的 所以它提供了两套 对不对 对mysircle改进了 其他没改进 oci 就是rl的扩展接口 然后db2防这套数据库 装这套微软的sircle server 防微软sircle server数据库 装其他的访问 其他的数据库 是不是这样的 嗯 那我们这些数据库有没有呢 这些扩展函数有没有呢 在手写里都有 看到了吗 嗯 比如说oci 这是连接什么呢 rk 对不对 然后呢 微软的sircle server 找一下msircle 这是连接微软sircle server 对不对 嗯 比如说ibmdb2的 这是ibmdb2的连接函数 对不对 对 所以常见的这些数据库 基本上prp都支持连接各种数据库 它都有这些扩展 对不对 对 那现在问题是 假如说现在我做了一个项目 你刚开始选择哪个数据库 如果订的 订好了 对不对 那么 很好吧 比如说我选择二十个开发 对不对 然后我选这套扩展 是不是就可以连接二十个开发了 对不对 那现在假如说 如果公司 比如说 我想从二十个里边 移植到mysircle里边去 项目 比如说运行三年了 对不对 老板突然想说我现在不想用二十个数据库了 我想用mysircle数据库 对吧 那咱们都需要改什么东西 第一个要改的 第一个要改的就需要把数据从二十个移植到mysircle里边去 是不是数据迁移啊 对不对 这一部分咱们都有技术可以做 对吧 不算麻烦 当然也不是那么太简单的事 对不对 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所有的程序里边 在pap代码里边都需要把使用连接二十个的函数 都改成连接mysircle的函数 对不对 这样的话代码量就非常大 相当于你重新开发一遍程序 对吧 当然如果系统开发好的 把连接数据库做成一个组件的话 还好一些对不对 只要改变那个组件 那所有连接地方都变了 是不是还好一些 对吧 但是比较麻烦 咱说了 难点不是说多学一套扩展二十个 对 难点就是数据库切换 对吧 这比较难点了 对 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解决这个呢 为什么别的语言不是像prp这样 干嘛呀 连接哪种数据库就是哪种扩展呢 对不对 比如说加瓦语言 对不对 它也可以有接近PC 对吧 那我们prp有没有呢 prp也有 怎么能有几个产品可以 比如说adodb adodb是干嘛的呢 就是相当于刚才刚说了 专门写一个数据库操作的一套接口 这套接口里边可以连接各种数据库 对吧 说白了adodb 也是一套扩展函数 在拿手册里边也有 对吧 当然一般的那都是什么 其他人扩展去写的 adodb干嘛的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其实相当于一个路由那种感觉 判断你你现在是连接micec 就把这一套用prp写的程序里边的所有的技术改成用micec链接 如果你想连接algo你只要换个参数 他会就会用algo的那种函数 里边相当于写的就是 否则如果那种判断 如果是连接micec就用micec链接的函数 如果是连接algo就用algo就用algo接的函数 是这样的 然后再封装成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让它变得操作还更极其简单 那用起来简单 也能达到用一套函数去连接各种数据部了 对不对 但是这种方式还是用到的原来这些扩展库 只不过他写一个什么路由做判断用的 对吧 效率上没有所提升 反而会稍稍下降一些 因为他里边有判断的 使用的是哪种数据部 对吧 那在新版里边pdo的出现就改变了这个格局 怎么改变呢 这些所有的东西当成一层 什么层的 就是 是吧 数据库的抽象层 什么的 pp 数据定下 专门用这个处理数据的 处理数据点就是什么 pdo数据不出样子 就是这一层 怎么的 你只要用ppp用pdo就可以连接各种各样的数据部 连接哪个这条机子都可以连接 那他说跟adodb他有什么区别呢 刚才他说adodb是给干净活的 就是这个adodb我原来还用过一段时间的用ddb对不对 他相对路由器选择器还是用原来的扩展 而pdo不是用原来的扩展 你把这些扩展全删掉 咱们用pdo照样可以连接各种数据库 所以不是用原来这套 而装对不对 而用adodb自己扩展 还是连接哪个数据扩展 还得开启哪个多哪个 对不对 咱这里边只要使用pdo就全可以解决了 那他是怎么实现的可以连接各种数据库 对不对 他使用的是驱动原则 驱动 驱动 驱动的原则 什么驱动原则 你就是 如果你连接mycycle 你只要在pdp扩展里边装一个 什么 针对于mycycle数据库的驱动 你就在这边装一个mycycle数据库的驱动 连接orgo装orgo驱动 连接dp2装dp2的驱动 连接mycycle 微软serve server 就是连接什么数据库 你安装什么驱动 听到吗 那这话就是mycycle的驱动 驱动是用细元写的程序 不是用pp写的 听到吗 也就是在配置环境的时候 你想连接什么数据库 就换下这个环境行了 dp2 然后这话是微软的msserve 这块是其他的 看到了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知道pdo是干嘛的了 是不是pdp里边只要用pdo这套扩展 你可以连接各种数据库 对对吧 pdo它内部怎么实现的能连接各种数据库 它用的是驱动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还模拟刚才的场景 现在老板说我运行三年的项目 我将arco里 将arco一直到mycycle 怎么办呢 是不是用一些技术 将arco的数据 移植给mycycle 数据库迁移过去 对不对 那程序怎么办呢 只需要我把mycycle的驱动给下掉 对不对 不是 把arco的驱动给下了 你不下也行 你装一个mycycle的驱动 对不对 然后在pdo的参数 改成mycycle的一个参数 数据员改成mycycle 那这样的话整个项目都会从什么 arco连接变成mycycle的连接 听懂吗 所以它基于底层驱动的 这个驱动就是用吸血的 所以处理起来很快 那pdo咱们说 假如说就处理mycycle 和原来的mycycle那个扩展相比 好处在哪 一是用pdo连接 它可以除了连接mycycle 可以连接其他数据部队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个 它的效率要比mycycle是高 功能要比mycycle那个扩展有全 效率高功能权 还可以连接各种数据库 对不对 然后使用起来还比原来的容易 对吧 这都是优点 那么我们干嘛 还用原来的扩展呢 对不对 只不过你现在用原来扩展 是你改一些老项目 对不对 没有必要说 我重新切换一下改一下 对不对 如果开发新项目 肯定都采用pdo这种方式 或者是假如你就固定mycycle了 连接你也可以用mycycle 肯定不要选以前的过程化的mycycle扩展了 对吧 大家现在知道pdo是干嘛的了 那pdo也是pdp的医疗扩展 所以我们在这会看一下 找一下我们的手册 在哪呢 你看 在我们数据库扩展那边是不是有两套 与机体数据库相关联的这个扩展对不对 还有一个数据库抽象层 看到了吗 是不是就在这呢 数据床层有这么多技术 什么dba这些这些odbc对不对 那最常用的就是pdo 看到了吗 嗯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pdp一套扩展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有个看扩展装不装 对对不对 装这套扩展的时候 你一定要装两个东西 是不能少的 哪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得看你pdp程序里边装备装好pdo这套扩展 也就是装这个扩展了 你就可以使用这套函数了 对不对 光装这一个行吗 还得有什么呢 你必须连接哪个数据库 你就装哪个驱动 所以使用pdo一定记得装两个东西 你使用pdo连接myser的话 你就得装pdomyser的驱动 对吧 还有pdp扩展和这个驱动 是不是这两个 如果你就pdo连接二都够的话 除了装pdo还得装ocii那个驱动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下pdp扩展里边给没给我们提供这些呢 我们打开 我们的软件看一下 里边找到pdp 这是pdp4.16对不对 看扩展里边 我们现在pdp默认给我们装这么多扩展对不对 当然提供这么多扩展不一定装对不对 就看配置文件指挥指定加不加载 对吧 首先能看一下原来咱们连接myser 使用的是不是这套扩展了 pdpmyser对吧 连接对不对 myser是这套扩展对不对 然后连接其他数据库 你再找其他的扩展对不对 对那现在如果我现在选择pdo你这里不要使用pdo的扩展找一下 你看下面都是我从哪 这个 这个是连接rlp的扩展看到了吗 这是rlp11g 互动版本的扩展对吧 这是opensssl的对吧 然后你看这个 是跟你看有pdo字样对不对 pdo字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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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你看上面怎么写的 rlc oci对不对 驱动pdo就是pdo的连接rlp的驱动 对吧 那myser的驱动呢 这是myser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什么 是myser的驱动为pdo对吧 那我们找一下pdo本身的扩展 如果没有的话就内置进去了 看这话咱们看不出来 他应该内置去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选择的 那我们直接看谁啊 看配成件怎么看呢 对我们写一个prpinfo prpinfo.prp 他在那个版本里边把那些东西 都内置到里边去了 就不要你选择怎么的 可以卸掉的就直接有这个功能了 就直接prpinfo 我们来look一下 prpinfo.prp 看一下这里边找一下 找一下有没有pdo 如果这里边体现的就是安装上的 没有的话就能封装 你看每次开什么证明都装了 对不对 odbc 好像这里边搜索一下 pdo 这里边没搜到说明什么 对 我们现在 哎装了这有了对吧 看pdo装了对不对 默认装了两个驱动 你看看pdo没有 还得看一下 这只是有这个 只能说明我们这套扩展函数 pdo这套扩展函数可以用 对不对 暂时的连接什么数据块没确定 现在默认给我们正是我们现在 在目前做实验行动的环境什么 你看装了mysip驱动和sipride的驱动 对不对 现在用pdo可以连接这两种 数据然后驱动在这 信息对不对 这一套程序 你看pdo驱动 然后还有什么 siculate对不对 如果现在想连接oracle 你就得把二种的驱动开启 对对不对 在哪开启呢 对 在这个地方 prp.i 搜索一下p pdo 看一下 你看开启的什么 mysip驱扩展 这是开启的对不对 现在你看一下这里边pdo 连接mysip驱是开启了 前面有条 如果想连接oracle的话 是不是把这个网上去掉 对 咱们刚才看到prp扩展目录 是否已经有被驱动了 这个去掉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你在干嘛 重启 这里边就会有什么 阿帕奇 对阿帕奇服务 重启服务 看呀我们重启了服务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多看到一个驱动 对不对 那我们用pdo就可以连接二个数据服务了 我们稍微转移一下 我们稍微转移一下 这个修改 不让我修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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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我修改 对不对 oci扩展pdo 就算了 昨天咱们也不连接什么 连接这个 二路口对不对 只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大家想连接二路口的话 你需要把这个开启 当然你可以实际在另一家服务器下 改掉之后 它肯定是能重启起来 对不对 最环节装上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用pdo 现在就能连接mysicl 该有的驱动连接 我们都可以能的连接上了 所以这节课 咱们最主要大家了解什么 pdo是干嘛的 对不对 pdo是怎么实现连接数据库的 因为它用了底层的驱动 所以还要知道如何安装 当然在另一家安装 你可以参考咱们 其实说pvp 或者是前面咱们 另一次课程里面介绍的 在另一家安装环境的时候 如何安装pdo和pdo的 对应的数据库的驱动 咱们现在用集成环境 集成环境最大不好点就是什么 它里边什么都内置的 你改呀调节都不好调节 对吧 但真正用环境还是 另一一下 我觉得那么好玩多 那种环境非常好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内容 pdo的介绍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